南投士林石垃圾堆滯場 星期六清晨五點半 發生了火災 熊熊大火照亮天氣 空氣中也弥漫一股燒焦垃圾位 公所清潔隊員立刻通報 從畫面中可以看到 消防員拿水柱不斷往垃圾山裡頭灌 怪手在一旁挖開垃圾 想要滅掉還在悶燒的殘火 但是垃圾有兩萬多噸 無法短時間滅火 消防隊說預計星期天 才有辦法完全撲滅 至於起火的原因 初步研判 一次是垃圾場沼氣產生的自燃 但還需要調查